發生了零星插曲 至於昨天在金門機場外頭 也出現有女子 為了六十元 車資就在現場大鬧 因為她說過去搭車 都只要三百塊錢 但是如今跳表多了六十元 讓她不能接受 也不願意付錢 司機非常無奈 穿著黑色外套綁馬尾的女子 在機場外大聲咆哮 遠景出面制止 還是惜不了她心中的怒火 選舉日在籍一路上陸佩 都趕著搭小三通回金門投票 十二號下午 金門上一機場一名陸佩 只因為六十元的車資 在機場外與計程車司機 吵得不可開交 她表示過去時常搭 而且每次都只有三百塊 這次卻跳表成三百六 認為被坑了 於是怎樣都不肯付錢 坐他車 她要給我服務不行 司機即時被罵了 但面對情勢失控的女子 她還是乖乖幫對方提行李 反倒是陸佩不依不饒 繼續打聲咆哮 最後行警將她帶回征訊 陸佩才將這六十元車資 補給司機 結束這場鬧劇 司機屋內表示 一切都是按照法規則 沒有違規還被凶真的很衰 陸佩獲得了投票權 自豪地說出自己是台灣人 但為了投票在外大吵大鬧 還沒投到票就先進警局 讓這投票之路好坎坷 記者女應付押亞洲新聞報導 製作人 電飾 電飾